科學維六 首先問陳佑博士 你讀書的時候有沒有遇到很欺憎的教授專門肥人的? 我自己也不是說很完全遇到 我都遇過一些教授出一些很難的 結果我的成績都是有起有落的 但是因為我是較少成為受害者 不是說沒有的 而是有的 但是我會說在現代來說相對就越來越少 因為在大學教育裏面講的那種品質控制 對於那個 尤其是因為我去的就是 在中文大學和美國 美國我讀的那間是紐約大學 但是其實很多的大學本身都是對於那個教學 都有在現代來講的要求都是比以前高很多的 所以我就覺得幸好我沒試過遇到 真是很令我grade不幸的老師 我給你年紀大了 但是在我之前的年代是有的 但是去到我讀書的時候 我覺得很奇怪的 是可以學生平衡老師的 我都可以有這樣的事 是啊 其實我已經走入了這個年代 但是我再看一些故事 以前的教授就高高在上了 什麼時候幫你去平頭品足 是不是呢? 是啊 為什麼我們會看這件事呢? 最近的學術界 美國學術界發生了一件很均勞的事 有一位的紐約大學的花學系教授 他肥了很多學生 那些學生又投訴他教的有機化學 那個課程非常的難 你看到taxing taxing的時候真的很難撐 這個用詞都挺值得去斟酌的 因為難不代表搞得不好 很多我認識很多教授 教授都很難的 如果你可以頂不住的 其實你學到很多東西的 所以這個難和不難呢 就不應該決定一個教授好不好 問題就是他教的東西有沒有用 還有他能否令到學生 有一定的啟發力 有啟發性 但是anyway 我們講的就沒用 因為這個教授已經被人解僱了 他還加了一個名字 Adminent 這個教授都不是留意的 很厲害的 是啊 這裡又要先講一下 我自己看到這個新聞 我第一件事當然是被紐約大學吸引著 就是那個標題吸引著 既然紐約大學又上了新聞 而且那個新聞似乎不是太正面的 小弟都是紐約大學的畢業生 我原來知道我們節目有聽眾是師兄 都是紐約大學 比我更加總好多年份畢業 先拜見師兄 多謝支持 那 基本上來說 很客觀地說 你說紐約大學他比起那些哈佛普林斯頓 就當然是不夠勁了 OK 就是很老實講 但是紐約大學在某幾個領域裡面 都可以是第一樓的 就是當然你一個很勁的大學 當然所有東西都很第一樓 是吧 但是紐約大學就局部地有些東西是第一樓 但是其他東西就沒有那麼厲害 所以你整體排名就不夠其他 那他去砍了 你看頭十大就沒有紐約大學份了 很老實實 但是你說如果說紐約大學的應用數學 還有說他的法律學院 商業學院 還有他的藝術學院 甚至乎他的電影學院 這個在美國來說是第一樓的 就是紐約大學來說 這裡就先幫紐約大學宣傳一下 但是小弟當年是讀紐約大學物理系的 相對來說就沒有那麼厲害的 其實就是 紐約大學的化學也都當然沒有其他學校的化學那麼厲害 但是有一件事就是近年紐約大學就是 很... 就是他應該都是那個財政狀況 上面那個規劃上面 很大膽去開拓一些新的資源 起新的研究中心 而且都是很多是從事基礎科學的 所以今次說的 他剛剛叫做解聘的這位 不要說是解聘的 是不續約的 技術上的解聘 這位教授 他本身是在普林斯頓大學做了很多年的教授 不過他就退而不休 當他從普林斯頓大學退了休之後 他就接受紐約大學的聘書 就在這個紐約大學 就從六十幾歲繼續教到八十幾歲 這件事你都不要說 美國的大學對於這些很老的這些學者 特地聘請一些很老很有經驗的人 來教學生是挺捨得的 小弟的當年的博士論文老師 Perkers教授 其實就在去年時過了生 他在說過生之前 他都繼續有那個合約有那個教職在 當然就不是一個完全全職的教職 但是他可能每個學年每個學期都會給一科去教 於是有份量賺 那小弟的師傅為什麼要提呢 就不是故意這樣的 但是因為小弟的師傅是九十幾歲過生的時候 講的是他九十幾歲過生之前 都繼續有他的辦公室 有他的研究 他繼續掛著一個教授的銜頭在這裡 也不是說他沒有退休 所以這樣講就是 美國的這個學術界 他對於這些老有經驗的人 都是一個挺有尊重的傳統 而且他是會認為這些 這麼老的教授 雖然他在那個前線上面 未必再是很能夠精力充沛很活躍 未必能夠在行政方面 再很投入地做規劃很多事情 但是他們相信他們就是在教學那方面 是有很大的貢獻 還有有一種啟發年青人的作用 我反而覺得這件事是挺好的 就算這位被解僱的教授 他也百十幾歲 他原本還未想完全退休 但是因為被紐約大學解聘 就是退休了 第一件事我也是可惜的 但是我就會覺得 為什麼要特地在科學回憶錄裏說這件事呢 其實就是 除了可以說一下自己的回憶之外 其實可以釐清一下究竟 在這次這個事件裏面 其實是否好像外面坊間所說 就是被學生投訴完就解僱了 是否這麼簡單直接呢 我是覺得有得爭取的 未必是完全好像在媒體上這樣說的 但是這裡牽涉幾個問題 大家去看看他的質素 他寫了一本很受歡迎的文章 是的 專門給化學系一連班有機化學的教科書 而且這本教科書 不是寫了一本就算了 是出了五版 出了五個版本 就是說被人用完之後 好用再繼續去更新 再去出個新版本 出了五版本 其實我會覺得紐約大學 請他這個決定是請的好的 一個這麼老資格的普林斯頓教授 出了這麼正的教科書 請他回來教我們的一二年班 一班的學生 化學系那裏 但是這裡又可以開另一件事 在美國的大學裏面 開這個有機化學課程 不只是為了給化學系的學生而設 包括物理系 當年小弟在紐約大學 物理系去幫忙去教的那些物理實驗 其實很多除了是物理系的學生之外 首先美國沒有什麼物理系 和化學系的學生 他們收到很少的學生 但是他們很多的教學資源 是放在用來培訓的準備 去考醫學院的醫生仔 避來的醫生仔 跟香港不同 香港進入醫學院 為醫學院安排了 你需要閱讀的物理化學生物 但是在美國就是說 你不能開籌直接考入醫學院 你要首先考入了那個醫學課程 就是那個課程那裏 你要首先去滿足到 你在你的基礎的有機化學 基礎的物理學那裏 你是合格了 你才可以正式成為醫學院的學生 所以他們有一個叫做pre-med pre-med med就是medical 那些叫pre-med students 就是那些你一定要來 過了我們物理系和化學系那一關之後 你才有資格成為醫學院的學生 其實最大部份 這次的教授是教了這些人 教了很多pre-med的 那個情況跟香港很不同 香港你直接考一下 但是那個應該是second degree 就是你讀了 所以在美國讀醫 其實是很浪費錢很浪費錢的 它又不是完全是second degree 但是它有一些你要在其他系 滿足到的requirements 當然又有實習 讀的年期又長 所以為什麼是貴呢 而且在紐約大學 這些私立大學讀又更貴 是啊 所以他們為什麼投訴呢 就是 喂 我們讀醫的大哥 你在那裡挑起我們 我們就很麻煩 是啊 醫學院就叫我來這裡 拿著你的科 就趕快去做醫生 你現在在這科那裡 這樣掛低我 在pre-requisites掛低我 我跳起不順 是不是 但是這個問題 我相信是那個安排的問題 其實它應該教一些就是 就是有志從事化學的研究 那些的學生就好 那些學生就好過你 搞成這樣 其實呢 我覺得就 沒有得這樣分 它應該知道自己這十幾年來 大部分都是在教這些pre-mec 還有為什麼是 之前十幾年不出事 現在才會出事 是不是 說真的 如果它一直以來 教學的表現都這麼不好 我覺得不會等到這十幾年才出事 隔了這麼多年都 就是這樣說 其實看回真真正正比較靠近學校的消息 那個報道 其實那班學生的聯署 就不是聯署要求去解聘這位教授 是 他們只不過要求那個學系和教授的方面 把他的那個平核的透明度提升 我覺得這裏就慢慢導出一個問題所在 因為通常呢 如果比較這些 這麼有資歷 我可以說老派一些的教授 我猜他是 他一樣可以說得很生動 而且他是出名在 就是說可以用一些 盡量幫你 不用用死記的方法 來學會那個有機化學的 就是我覺得 是很優秀的 這種教學的取向來的 就是他想到這樣的東西 來教學生 但是呢 譬如就算是小弟當年的老師 也是 不喜歡做PowerPoint 還是很喜歡用粉筆 頂多就畫一下那些這樣的膠片 就是你還會看到 用一些很舊的方法 但是怎樣都好 他講可以講得很生動 很有心機講的 就是我會說 以前我在納入大學 遇到那位教授的量子力學 和就算我自己的那位論文老師 他們都是年紀很大 退休年齡 但是呢 他們拿著一支 不是粉筆 拿著一支marker 這樣就有天涯了 但是就把整個理論講得很清楚 我就完全不會覺得 你一定要做PowerPoint 才可以應酬到我 OK 同樣 我會猜這位教授 他可能都是用比較傳統的方法 但是一到那個 我想他最大的挑戰是哪 是經歷了這次這場瘟疫之後 很多的學生 先前習慣了網上學習的模式 以及最慘的是 先前的底打得不好 用我們現在的老師的話來講 令到他現在再跟這位教授學習的時候 學不切 那些東西發覺突然之間很深 突然之間 他也是選了那些東西 但是為什麼這堆東西我跟不上 先前的老師沒有教 他這科的organic camp 就不是year one 是給year two 就是說他可能開頭 讀過一些更加基礎的化學 才來再去讀那科 但是先前那科學不好 然後再來讀這科 然後就受不了 就慣了 然後一個更加大的問題 就是那些學生認為這位老師 他不是很肯回應學生的問題 就是說發了很多東西去問他 他都不回電郵的 我估計就是 這個我要講那個日視 就是Wan Leumann 你知道是誰 就是馮蘭曼 他教了一科很低的 那些不知道year one 教了一些的 不知道是未積分裂 他就講完一大論 那些學生聽到教人 有一個就敢問他 你可不可以解釋清楚 剛才你說的什麼 那他就瞪了三字眼 瞪了三字眼 那他就說 教授你想怎樣 那小孩子說 那小孩子 我瞪了三字眼你還想怎樣 這就是以前的教授的 是的 是的 但是我願意相信現在這位 應該不會這樣的 甚至乎 就是這樣說 在美國如果說 你在紐約大學這些學校 我會說 你真的 揹這些這麼大的科 一次過教這麼多學生 你講得悶一點 你都沒有那份工作 是啊 好 黃仁宇就寫過 黃仁宇就是講歷史學那個 是啊 所以我覺得今時今日 你還可以在紐約大學 教這些大科 教了十幾年那些 其實他本身有回不上的份量 有回不上的能力 但是因為那個瘟疫的變化 還有他講回剛剛去教的幾個學期 就是從瘟疫期間 過到回到回復正常的期間 有些學生就習慣了在家 又習慣了讓別人錄個課程給他看 有些學生就習慣了 又突然可能病了又來不了 這些這樣的過程 需要你去做多很多事情的過程 往往是令到一些比較傳統的老師 其實就比較辛苦 如果他有一個面對面的課課 他可能非常之樂意 非常之生動 將一些解過一次給你聽 但是那個學生沒有來到上課 很久都追不回 miss了 發電郵想去問問 去拿多一些筆記 他又不回覆 然後那個平核的制度 他中間也有因應要求也有改過 到最後出了這樣的結果 我就覺得 我都會覺得 就是說 不是完全是老師的責任 我會覺得是整個時勢的變化 還有就是說 大家習慣那種接受教育溝通的模式有不同 但是呢 我衰得這麼說 紐約大學那邊的理學院那裡 自己有沒有一些獨特師子的考慮 會不會覺得已經有 找到更加好的人去教來取代他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才是 院方可能自己心裡面一個 沒有講出來的考量 我就認為這樣的 就是我們那一代和現在教書很不同 尤其是我們比我前一個世代的那些 其實教授不是太會幫學生的 我自己經歷過這個問題 譬如說 我成績不錯 我去寫那些 要做Postgrad 那些Research那些 是沒有人採取你的 這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 他們有自己其實很忙的 他們做Research那些 他不會當這些學生是一個 除非你幫他做Research 除非你做他 但是這位老師 我相信他已經是 就是過了退休年齡 其實他的心態 我想 他經歷過幾代變化了 其實 就是 就是 我就會覺得 照計他應該是千除百年 就是 現在這個位置 他才會出問題呢 是不是因為這次事件呢 我就會覺得可能更加多是 就是紐約大學理學院那邊的 就是院方自己的考慮 接著我現在再看回 紐約大學那個Dean of Science 原來就是以前我在紐約大學讀書時期 其中一位做高能物理 天體物理研究所的其中一位教授 他原來還要提出一個很厲害的 一個四加一圍的重力理論 其中一位的提出者來的 其實是很有份量的 就是這位教授 那麼 就是 紐約大學那個官方的回應 也都沒有再補充些什麼 但是呢 我就會覺得 不要將這件事這麼簡單 看成一些就是說 有學生投訴 於是乎學校就是 學生說要解僱這個教授 然後學校就馬上解僱 我想這件事比這樣複雜 不過呢 據我所知 在美國呢 除非你是一流的大學 否則都很看那個學生的那個反應 因為差不多是consumer 我是消費者 如果你達不到我那個 就是我消費的慾望 其實我就真的可以 我這裡提一提 有位我們以前在其他節目 不刻意提過的 開了名字都不介意的 其實如果你說 講超原理論 講那些 我不知道 因為就是 可能我位師弟講的 要不就是Polichinsky 還是Polyakov 這位教授做了一些原理論 他寫了一本教科書 他上課 他就拿回自己寫那本書 來照著續航讀給你聽 於是乎是沒有學生 那些學生是不會上課 我來聽你讀 我自己看了去就算了 就是這樣 OK 但是因為呢 他這個很傑出的學者 然後在普林斯頓 這些一流的大學裡面 那些學生 你不教他都自己成功了 就會這樣 但是我敢講呢 紐約大學作為一個 你這個教授少一些娛樂性 那些學生都可以在紐約 周圍找其他玩樂 都不缺的地方來講呢 你在紐約大學教授少一些娛樂性 那些學生已經理你了 喂 說真的 這個就這樣講 你以為美國學生容易照顧嗎 我也不介意分享一次給你聽 就是 小弟自己當年在紐約大學 紐約大學是負責去幫忙做助理 去教我的實驗的時候 我都被人投訴過 給學生 哈哈哈哈 又是pre-med學生來的 就是他想著來拿那個物理實驗 然後讓他可以去醫學院做考醫生 那麼他就寫了一封投訴信 說我 其實通常就是最容易死一件什麼東西呢 就是不肯回答學生問題 就是跟學生缺乏溝通 就是 我記得那時候也有教學單位提醒過我們這些 就是 美國學生就是這樣 OK If you make them unhappy they will make you unhappy 他就說了一句這樣的說話 我就銘記於心 OK 但是經歷了那次這樣的教訓之後 我自己當然就會改變一個方法 反而就是那個學生 他後來 就是他一直都不太妥惡 他一直不斷斷著我 但是反而我用加倍的耐性 來給他一個一個問題解答 給他解釋給他聽 就是講回哪個問題 問得對問得好問得不好的那些 其實他是會很服你的 當你 就是其實我覺得 尤其是在美國很講求 不是講求那種你不與而威的那種東西 你是真的靠你那個 有理有節 來去講 將道理講清給大家 大家就會很願意去不論身份高低 就很願意去佩服你表達對你的尊敬 其實這件事情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美國的教學文化強的地方 也是一件事 反而我回到亞洲人社會 我會覺得就是 老師說什麼就什麼 這件事還是嚴重一點的 是啊 在那邊是臭小孩 剛才你說的我查到 String 3是1998年 Polchinski 兩個volume 900頁 哈哈哈哈 超補 哈哈哈哈 真是鑑死 是啊是啊 所以你說是不是因為這件事件 就說令到學生 好像搞文革那樣投訴老師 老師就沒有了一份工作呢 在美國我覺得就 沒有去到這個程度的 但是我會覺得 會不會是更加在這個學系上面 有自己一些 沒有說出來的商業決定呢 那我就不知道 我不會將那個責任推到學生上 我覺得那個學生 他們在那刻遇到那個問題 提出一個質疑 甚至發起那個聯署 我覺得是合理的 就是他有權這樣做 我讀到square的時候 我都要簽個聯署 是啊 這件事 先生叫我們交論文 我們說交不前 大家聯署也要遲些 是啊 然後就是 那個學系上 找回那位老師來 有些學生反映了這樣的意見 你對政下約解決了 就沒有人會從你的了 就是這樣 大家對視得對人 實際上大家如果做的那些 你知道大家都怕麻煩 大家最好就是這些 其實沒有人想做的 我告訴你 我想你的Physics也是一樣的 誰想做的 其實大家想都是 用了時間 但是沒有辦法 你坐那個 Department Head Department Head不等於Chair 兩個不同的 Department Head 就搞了這些麻煩的事情 是啊 怕麻煩了 你炒機就算了 回家睡覺了 是啊 所以後來 因應這件事件 現在有些是紐約大學的 教職員 去做個聯署 其實就不是針對學生 也不是針對教授 是針對那個學院的決定 是啊 但是這件事發展是怎樣呢 我想到 其實這些 我都遇到很難得回復了 教授都沒有心機 簡單看成為學生 去批鬥老師的事件 是啊 好啊 今天時間長了 今天再好多長了 就是了兩個小時 是的 回饋了 算了 不是 我還有些實體的事情 今天回應就是 為了慶賀我們這個 YouTube頻道的訂閱數過一千 我會主動再聯絡 一直有比較頻密 和比較落力支持的聽眾 我會想辦法去聯絡大家 有份小小的禮物給大家 詳情我會再公佈 大家保持聯絡 多謝大家捧場 好了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按小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良感祥工作室節目